我现在是在香港佐敦的火灾现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佐敦道上这座华丰大厦呢 就是今天发生火灾的地方 今天早上7点53分的时候呢 警方受到了火警 在8点04分的时候呢 这场大火升级为三级大火 那么目前呢 大家可以都看到呢 这个大火已经被救息了 那么最早呢 发生这个火情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栋大厦上面的这个健身中心 那么当时呢 有人听到这个健身中心发生了爆炸的声音 随后呢就发生了大火 当时呢 可以说这个楼上有很多的居民 所以呢 在救火的时候呢 有不少居民在楼上呢 挥动这个白色的毛巾来求救 那么据医管级最新的数据呢 有40人被送往公立医院 其中呢 现在是5人死亡 另外现场呢 也有150人得到疏散 目前呢 警方还在调查这个火警的原因 但是这栋大楼是呢 是60年的老楼 所以呢 当时可以说在救火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一些不便 我对于这段惨剧 是感到很震惊 还有很相同 民政事务专员 和关内队的同事呢 都到了现场 那么我们是 协助有需要的市民呢 我们去一些 我们已经开了的一些庇护站 希望他们就暂时在那里休息 医管局也都在医院方面呢 开设了一些的特别的庇抬 去处理这些的伤者 较早前我联同保安局局长 作出一个简报 介绍了我们今天整体的灭火行动 和策略 我更加陪同了局长 巡视了火场的情况 向他作出深入的讲解 消防处非常重视这一宗 引致多人伤亡的火警 所以成立了专案组 由一位高级消防区长带领 调查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起火的成因 第二方面就是引致多人伤亡的成因